哈囉 大家好 我是顏雅倫 想看看我平常健身的時候 帶什麼便當嗎 注意以下的影片 你就會看到了 幾乎每天只要有空 就會去健身房 也沒有要到大支 但是越練就會越 大支 因為最近還有在喝高蛋白 就是會把 因為我的胸跟我的手臂 一直都比較沒有肌肉 最近因為喝了高蛋白 就發現越來越厚了 穿衣服的時候的確造成一點困擾 我手上的這個 是我平常都會帶的便當袋 很多人會問我說 這個便當袋是因為你喜歡熊大嗎 抱歉不是 是因為我媽喜歡熊大 我媽覺得我會喜歡熊大 所以她就買了這個袋子 方便我呢 每天出門的時候 帶了她水煮的愛心便當 是蠻可愛的 但媽我過了那個年紀了 通常我的便當盒裡面 大概會有蛋 花椰菜 還有一些雞肉 那雞肉的部分 媽媽會在海市場裡面 挑比較瘦的部位 以及呢 那也許是用烏骨雞 因為烏骨雞的油脂量 是所有的雞肋養中呢 油脂最少的 那再來就是 每天呢 我們東方人呢 都需要飯 那如果你覺得吃飯 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用南瓜 取代澱粉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均衡的便當袋 那 對 我通常都會在 中午的 大概 十二點半 把它吃完 我現在肚子 很可能會發出一些叫聲 有聞到我手的味道 所以趕快把它收下